我去上班 可是你知道挤那个公交车 人很多很多 爸爸把我硬塞 塞上去 但是你知道 当小朋友挤在这么挤 所有人都已经到这个程度的 公交车里面的时候 小孩子是有生命威胁 对 没有气 我告诉你 因为你如果很小 OK 你如果在这里 你可以在很多大人的当下面 是可以呼吸的 可是你的身高如果是在这 他们的肚脐眼 所有人是把你封闭的 我当时连说话都回来了 我说爸爸 我要死了 我爸爸以为我在开玩笑 别动 这么多人 那个救生员 救生员从楼上爬下来 没有了 我当时急受生智 旁边有个叔叔的腿 我直接往他当下就钻了 就咚一下 就把他顶起来了 那那个叔叔说 爸爸我要死了 爸爸说别丑 我爸爸一直以为我在开玩笑 我后来哭着骂我爸 我说我死了怎么办 真的 他说没事 你爸爸好狠 因为他感受不到 爸爸下车的时候说 今天的计划失败了 像我们大部分的时间 其实都在路上 坐飞机还好 因为那个手机会调静音 像坐高铁的时候 我就会遇到那种熊孩子 对 有一次我是去哪里 大概是两个多小时的路程吧 我一上去本来说 我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结果就上来了一家几口 反正带了一个小孩 十口 没没没 带了一个小孩 那小孩全程都在叫 都在闹 有个女孩实在是忍不了 直接坐起来说 小朋友 你好吵 小朋友听到之后 愣了两秒 吵得更大声了 然后我们整个乘乡的人都炸了 那他家人是怎么对待这个小朋友 你看他叫得还大声 没有 他家人说你说什么 他家人早就已经 没有 他们家人也没有理会 就不管 这是家人的问题了 是 家人就没有社会的这种公共道德 对 看来大家在通情道路上面 有很多很多麻烦事 赶紧有什么解决方案 既然如此的话 我来提一个解决方案 好 这场延误是一个很烦躁的事情 左等右等等不来 但是有的是你们会发现 你有一个事情去看 比如说你看一些综艺节目 像我们火星情报局 你会觉得飞机怎么这么快就来了呀 时间过得好快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我这个火星解决方案的一个想法 而且我非常勤奋地调查过 每一百个人里面 至少有那么三个人会才艺 所以我想说如果在那个机场 把他的才艺融合起来 会怎么样呢 会很吵 不会 会很好看 所以我带来了我的火星解决方案就是 达人秀公文包 大家看 是个非常普通的公文包 对不对 一点都不普通 哪里普通的 谁的公文包会有这么大 也真的大一点就是一些车厢了 公文包 对我来说就是很普通啊 随便 这个公文包看似简单 只要进行一个非常简单的组装 朋友们 哇 达人秀达人秀 朋友们 后面是评委坐的凳子 评委 还有凳子啊 来 来 如果你们在机场候机的时候突然出现一个这样的装置 我会那么紧啊 赶 你们会会哇 就是觉得太刺激了 肯定会有 有毛病啊 那就请我们的副局长 还有雪佛副局长 还有局长请坐好吧 我们就把这个机场的一个候机现场当作我们火星达人社的一个海选现场好吧 真的假的 尊敬的各位评委 尊敬的各位旅客 我知道大家飞机延误已经三天了 好吧 这三天时间大家手机也没有电了 iPad也没有电了 只有我们的 下车 下车 全赶紧走吧 走吧 各位朋友们 我们今天有一个火星达人秀的海选现场如果谁有才艺的话赶紧展示一下好吧 孟权要不我们俩吧 好的 我们要真正表演一个才艺好不好 好的 往前站点光好 再二一走 各位评委老师好 大家好 我们要带来的表演是 模仿秀 请殷平老师 不要出彩 跟上节奏 首先我们来模仿点谁呢 绝志谦 Celemia 什么鬼 Celem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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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鬼 什么鬼 再来模仿谁呢 三二一走 Celem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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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某谁呢 Celem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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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危险了 我今天一定要拿到一个 客工金钩 某某谁呢 Celfen 走 矮子不 矮子不 成功 在机场能看到这么用心的表演 已经很不容易了 还有吗 有 哪位达人朋友想要展示自己的才艺 自告奋勇一点 好吗 好 踊跃一点 踊跃一点 这个小哥我们先认识认识 来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于炭 我们这样在火星 我就带来火星人跳的舞蹈好不好 好好好 再去 加油 加油 精彩 精彩 真的好强 紧急通知 旅客里面有骨科大夫吗 紧急通知 刚才佳佳在后面 跟我的表情一模一样 吓呆了 真吓呆了 佳佳你是不是吓疯了佳佳 我一直盯着他那个关节 然后看他有没有在做假 然后就看他眼神针在我面前 就跟一个电影里面那个异形一样 对 扭成一个非人类的一个形状 那好吓人啊 好厉害啊 好棒 好棒 我觉得在机场能有这样的人 已经很厉害了 对 良心之作 好 那就差不多了 这就是我们这个达人秀公文包 好吧 太好了 太好了 好 这个东西好到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不是 没有 我相信很多人会质疑我 这个通勤和才艺有什么关系 它是可以解决你在通勤的过程当中 一些时间怎么打发 而且这种情况 给普通人一个舞台多好对不对 对 因为通勤的道路上漫长的时间嘛 你要把这个时间打发过去 而且通勤的过程当中 突然间有一些状况啊 如果在这个情况下 能够让你的心情得到缓和 你会觉得这个时间就变得不那么漫长 不那么枯燥了 谢谢 这个是一个心情缓和的办法 但是呢 史史中中还是你一个人 刚刚那么多人 你是什么眼睛啊 还是 但是你没有跟他们交到朋友 交到了 我们俩是不是朋友 我等会微信加一下 我就这么一说嘛呀 转一转嘛 否则你叫我怎么转过去嘛 我们下一次风哥说话的时候 记住所有人就鼓掌 拼命我让死里鼓 不要那么极端好不好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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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 好吗